在这里首先做一些调查 一些简单的调查 我想问下有没有人经历过 神听你祈祷的? 有啊,为你来感谢神 很多手都举起,为你来感谢神 我想问下有没有人每日 至少三次或者以上的祈祷? 早五晚三餐借饭都怕有吧 不可能没有 至少三餐一定有借饭祈祷 三次或以上应该会有的 曾经有人跟我分享他不懂祈祷 我想问下有没有人是不懂祈祷的? 有没有? 有人真的告诉我他不懂祈祷的 这不是说笑的 我们细心想一想 如何为之会祈祷呢? 是否懂得借饭就是会祈祷呢? 是否懂得背主祷文就是会祈祷呢? 这个其实是很深奥的 祈祷真的是一个很深奥的学问 也会经常听到有人叫你 有事的时候祈祷 或者是你都会经常鼓励别人 祈祷吧 到底如何祈祷呢? 如何祈祷才对?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我们今天去看《雅各书》 《经文》记载在五章的十三至十八节 让我们都去看看《雅各书》 他如何教导我们 在祈祷方面 和我们以往一向那种理念 有没有出入呢? 有些人说 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 做什么? 开电视 开电视 拿remote 找不到remote 会怎样? 发脾气 可能会很失落 有些人和小朋友上街玩游戏 都拿着remote 有些人就说 会不会祈祷 把神当成remote呢? 这个都值得我们去反省 让我们一起去看《雅各书》 看看和我们的观念 有没有什么出入 我们一起的讨告 亲爱主我们多谢你 今天是圣餐主日 是纪念你 为我们所付出 所摆上的恩情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忘记你的恩惠 更加求主你值着以下的时间 亲自的去教导我们 让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面 让我们不得罪你 让我们能够行事为人 可以配得起你 求你亲自的 与我们同在 让到讲的和听的 都一同在你面前蒙恩 能够有能力去实践你的真理 求你的圣灵 亲自作我们的教导 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 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今天我给他讲题 就是以神为忠心的祷告 我第一样要带出的就是 直祷告去经验神的美意 先讲在自己身上的美意 请大家读十三节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 他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 他就该歌颂 好 麻烦 这个讲到受苦 不是指到肉体上的痛苦 也可以指到心灵上的恐惧 焦虑或者忧伤 这个祷告原来在原文里面 是进行识识 意思就是说 他就该继续讨告 继续讨告 继续讨告 是雅各提醒当时的信徒 因为他们面对贫富懸殊 面对被有钱人的剥削 面对很多在宗教上 带来给他们的迫害 所以在上文已经教导他们 要忍耐 要坚忍 直等到主回来的日子 所以继续讨告 不是因为神听漏了 不是因为要用来摇动神的手 要求神为你消灾解难 那为什么还要继续讨告 帝兄姐妹 你不继续讨告 你就经验不了 你放弃 你不祈祷 你就经验不了 神给你的教导 和信仰上的那种经历 很奇妙的 刚才领事也说到 8号风球 这个星期 放了半日假 下午要上班 那天我们就要帮一位的帝兄 来做安息礼 在QE那里 上周的 连续就会出殯 和来到火葬 在这个过程里面 哇 风球越扯越高 打到来了 明知道 翌日就会 不知道怎么办 有些帝兄姐妹 他们有些都在那里 有些小组 他们就会 很多的焦虑在里面 怎么办 怎么办 也都有人提醒他们 不要看风球有多高 不要看环境有多凌劣 不要看环境有多凌劣 只是看我们这一位 在创天造地 和掌管一切的神 感谢神的怜悯 那我的祈祷 当然是希望 希望的信息可以安慰到 帝兄的家人 这些是我们 应该做的 所以我们的祈祷 就是集中在这里 那他们呢 就是为到 这位的神去仰望 仰望去创天造地 掌管一切 风风雨雨 都不需要惧怕 交托给主 这样 很奇妙 第二天 我们仍是挂滚爆风球 一出地铁站 在QE那里 在佐敦那里出口 我说 拿了把傘都没开过 一滴雨都没落过 但是我知道 在第二些地区 是落到龐沢大雨 是很厉害的 但是我们去QE那里 完全没遇 出殯的时候更加奇妙 整条街 因为霸好风球 真的怒怒唱动 没什么车 也都没有巴士行手 所以只有我们那辆灵车 从未试过见到 这条马路 这么宁静 所以 大英姊妹 他们都很大很大的 经历 在这件事情上面 经历到神的怜悯 神给他家人可以 顺利地 为死者出殯 来举行这个安息礼 给我们也是深深的体会 无论你有多少的焦虑 你有多少的不安都好 继续祷告 交托给神 去仰望神 继续祷告也都让你在圣灵里面 去经历到神的安慰 有提醒 更加也都会发现自己 可能有些的是小信 有些是会觉得 神容许发生的 我是不是要检讨一下自己 有没有一些事情 是我自己的问题 又或者是神给我加料的炮制 以至到我的生命是能够 加糖那种的油韧度 所以继续祷告 也都曾经发生在保罗身上 保罗他曾经为了他身上那一根刺 求过主 三次 所以继续祷告 让你可以安静 去听回神给你的回应 保罗听到神给他的回应 就是说 我的恩典够利用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圆弱上面 显得完全 所以保罗就知道 免得他过于自高 神容许他这次继续在他身上 他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弟兄姐妹 正如在诗人那里也分享 我受苦 是与我有益 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诗人同样都发现 受苦 原来是一个变相的祝福 是神让他去学习 神那个说话 神那个律例 知道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就好像我们 就是 在厨房里 会加个难 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 你会拦住 不让他过 不是拦住 是免得他发生意外 道理也是一样 所以 受苦 要继续讨告 同样 这些瓦角也说到 有喜乐的 他就该歌颂 他就该歌颂 歌颂 是敬拜 是赞美 是另类的讨告方式 喜乐 喜乐的心是怎么来的 喜乐的心 无论环境如何 神给你的喜乐 神给你的平安 是没有人能够奪去的 所以 内心的喜乐 不等同没有冲击 不等同事事畅顺 可能外面环境很恶劣 但你内心仍然有那份喜乐 你需要去歌颂赞美神 正如《雅各书》一章二节 雅各也曾经说过 我的弟兄们 你们乐 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同样 坐牢都坐得很开心 有人很喜乐 那个是哪个 就是保罗西拉 在《士罗行传》的记载 他们是怎样 被人打到半死 但他们半夜的时候 仍然能够 讨告 唱诗 赞美神 这个 就是坐牢都坐得这么起来 你看到很不同 所以讨告不是给我们 逃避苦难的途径 而是给我们能够靠主 去增加承载力 去承载苦难的力量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不知道你平日的讨告 你是求的多 还是 敬拜赞美的多 又或者有些弟兄姊妹 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艰难 在受苦的时候 一直是这样祈祷 奇极都好像 到底神有没有听过我祈祷 为什么没有改变 为什么没有改变 奇极都好像不见有果效 可能灰心到一个地步 都不想再祈祷 在我们当中 可能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但是 请你记得 无论人生的高低 起跌 神从未离开过我们 神仍然掌权 雅各在鼓励我们 要继续祷告 不要灰心 求圣灵引导你 如何去祷告 让你看到背后 变相的祝福 直祷告 能够经验神的美意 不单在个人身上 第二点更加要带出 就是在群体中的美意 因为祷告是爱心的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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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 十四和十五节 请大家读十四和十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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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十四节就是说到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长老是指到监督 当时是说是 灵性成熟的人 今天来说可能是 牧者或者是 执事 又或者是你的祖长 奉主的名 用油末 奉主的名 就是替神而造 他所作的 是为神而造 在马可福音记载 耶稣都曾经有这样的作为 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 又说出许多的鬼 用油末了许多病人 不自好他们 这个就是 当时 犹太人传统都相信 橄榄油 是有那个 药效 同样呢 我们父母那一代 都很喜欢用生油 肚痛的时候 帮我们 怎样 塗一下肚 捉一下肚 捉一下身 所以 那些药油 怎样那么好 传统的做法 就是这样 在当中 为病人祈祷 其实是一个外心的服事 至于今天 会不会继续用油末呢 这个 就不一定 我们需要去 鑽牛角尖 不用油末 不跟书去做 今天 年代 但我们仍然 有为病人祈祷 但是弟兄姊妹 你要记得 医治病人呢 却非主耶稣来的目的 耶稣来是做什么的 拯救罪人 传福音 耶稣来 你会看到 当人多擠逼的时候 众人都来找他 那些要他赶鬼的 或者很多不同的病人 都抬到他的根前的时候 太多人逼住他 他会怎样 他会闪 他会躲避 他会离开 那么在十五节那里 你都提及到 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到底 出于信心的祈祷 弟兄姊妹 什么叫 有信心的祈祷呢 你认为 你有没有信心啊 你认为 你有没有信心啊 我们又看看 雅国书一章六节呢 他们都讲到的 我一起读 只要凭着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 是的 是的 那这里呢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那这个 为病人祈祷 让我们呢 都去学习 这个 是一个 群体 爱心的 服事 而信心的祈祷呢 不是一种 一定要叫病人得医治的 信心的祈祈祷 你听见这么说 是不是有些失望呢 那还使用 祈祷呢 很简单 你有病的时候 你会怎样 你很想 病快点康复吧 很自然的 是吧 但原来信心的祈祷 这里讲到 不是一种叫病人 一定得传语的特别祷告 信心的祈祷是什么呢 是对神 绝对的信赖 信得过神 祂会按祂的尾意 来到去行事 神不是你手上的remote 记住 神一定有祂的尾意 弟兄姐妹 不知道你的祈祷 是不是属于这一类的信心 你信得过神 一定有祂的尾意 主必叫祂起来 这里是强调 这个医治是神的主权 起来 可能是指到 可以解作在灵性上的苏醒 你可以说是 一个变相的祝福 带人家信耶稣 一个病了的人 你跟他传福音好像容易一些 大家有没有这些体会 主必叫祂起来 主必叫祂起来 这个是 有机会祂信了主 生命是被提升 所以 医治是神的主权 到底是怎样做法 我们只能够尽我们的本分 神为祂祈祷 我们信得过神 神不会给西瓜皮我们善 神一定有祂的尾意 神允许祂的病继续在 我们也要顺服 正如我们最近有一位的弟兄 祂都是患了癌症 现在回了天家 祂都是很顺服 很顺服神给祂 祂不会问 为何有这个病 祂只是求神 如何可以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仍然继续给神用 仍然去见证神 仍然带更多人来信主 祂本来是一个教师 但是祂说 在这段短短的半年里面 祂跟人传福音 比祂在生人里面更多 就是这样 所以 这里也说到 他若犯了罪 疾病若是因个人的罪而引起的话 或是有神的管教 在犹太人的传统 他们有时候都会有这种观念 认为有些的病是因为罪而引起的 正如我们都听过耶稣医治38年的坦子 后来 祂好回来 祂遇见耶稣 耶稣如何吩咐他 耶稣说 你已经传遇了 不要再犯罪 否则你日后所遭遇的 会比之前更甚 这个就是他们的观念 所以 弟兄姊妹为病人祈祷 是发自爱心的 一个的服侍 在群体里面一个的服侍 当然也都需要当事人 謙卑的配合 这里讲到 他就该 请教会的奖努力 即是说他要主动去做这件事 当事人无论处在任何光景 包括身体的软弱也好 灵性上的罪也好 相信我们代求的重点 是要将人圆圆全全 带到神面前 让人直接面对神 面对自己本身的问题 他如果有得罪神 或者得罪人的地方 经过认罪之后 他能够经历到 神给他赦罪的平安 有时候 心灵上的困扰 可以影响到肉体 肉体也会影响到心灵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个群体里面 不知道你 愿不愿意去谦卑 接受肢体 为你爱心的服侍呢 没错 身体和灵性上的软弱 可能属于你个人的私隐 跟不同意 个人的私隐 但是在鼓励你 当你有这些软弱的时候 你告诉你的祖像听 告诉你的牧者听 因为他们都是牧养你 为你灵魂守望的人 千万不要去到一个 没得救的地步 才来找全道人 去告诉他 怎样做 很多时候我们见到 弟兄姊妹去到这样的地步 是很可惜的 所以 有些弟兄姊妹 她们面临大手术的时候 都会告诉全道人 希望我们为她守望 让我们能够尽我们 在教会里面的本分 予此守望 予此服侍 用爱心的 用祈祷的 去托着 大手术 当然 小手术 用不用呢 我们都需要谦卑 让祈祷的 服侍 可以在教会的群体里面 去进行 以至到这个群体 透过彼此的服侍 能够复兴 人与人之间 需要彼此的关心 不是八卦 是需要爱心 去建立 去守望 所以 当我们说 去 手术前 为 弟兄姊妹祈祷的时候 去到 都未去到她病房 她已经在外面 因为她将来做大手术 在外面 已经在等候我们 很开心的 看到我们 他们很需要 这方面 属灵上的支持 和维养 同样 我自己作为传道人 我又需不需要 大家为我守望呢 我都很需要 最近 我都经历了一次 头痛了整晚 痛到我真的不能睡 你说我有没有祈祷呢 我都有祈祷 不过 祈完肚都是继续痛 吃了止痛饼 都是继续头痛 我回到小组 到组长 说 现在快要完结了 待会我们回家了 有什么需要 为你们祈祷 我就很不客气了 我就分享我自己的需要 我头痛了整天 睡不着 我教 传道人要别人 为你去祷告 守望 不要那么寒霍 寒霍是什么 为我预备教主 一学祈祷 为我预备讲一张祈祷 真正自己内里的软弱 身体的软弱 告诉弟兄姐妹 神就这么奇妙 你自己祈祷搞不定 神容许你的头痛继续存在 让到小组里面 那位组长 带领整个小组为我祈祷 现在他们都在 见证着这件事件的发生 我后来告诉他们 神真是听你们的祈祷 神就是这么幽默 让我去经历 不是自己祷告 而是 在这个小组里面 在这个群体里面 让我能够经历到神的医治 那晚我回到家 很奇妙 我真的可以睡觉 头部没再痛 很奇妙 神就是这么奇妙 让我去经历被服侍 那种爱心的服侍 很感谢神 也都很多谢弟兄姐妹 所以我第一件事 我告诉他们 让他们都体会 神就是这么真实 在我们当中 其实为病人祈祷 真是一个学问 所以不是 祷告 要求病人一定要医好 才是听祈祷的 有时候 我们要明白 医治真是神的主权 你不可以说 为何医治天府不医治我 好像2009年 我很大肌 在ICU 都昏迷了10天 有些人就会问 为何天府可以康复 为何我的好朋友 或者我的智爱 神又接了他回去呢 是神的主权 我们真的不知道 我作功未完毕 所以神让我今天继续 站在这儿 和大家来分享 有时候我们未必明白 什么是对病人最好的祝福 有时候不一定是病得医治 是祝福的 我们相信整个过程 我们相信整个过程 有神掌管 神会透过整个过程 去彰显祂的美意 你真的不知道 什么才是对病人最好的祝福 因为神的道路 神的意念比我们高 是否不同意 我听过一个见证 他说 以前是赚大钱 发大财 很风光 当然付很大代价 大家都明白 过的是止醉金迷的生活 像是不止 Jub薄 后来自不 gamer 时 рай newsletter 就是财多辛子药 大病一常 后来就信耶稣 通常都是这样 顺风顺水的日子 你不要跟你传福音 내가叫祂 祂祂祂祂 прос述你 然後祂祂祂 Church 他自己可以做得到 他被神的靈感動 接受了福音 亦都當他 後來他 好了之後 他覺得這場病 雖然令到他失去了一部分的健康 但卻是成為他 人生的轉裂點 雖然失去部分的健康 但讓他 發現人生有另外一面的價值 他能夠對生命 和對家人的關係 更加的珍惜 得到變相的祝福 所以 重新真正學做人 真是新生命新生活 享受真正神給他的祝福 不是說志在要多少錢 而是真是可以 齊齊整整享受一家人的關係 那種彼此相愛的關係 所以為病人代討 甚麼才是對他真正的祝福呢 你我都不知道 有時候不一定是 定得醫治 所以應該怎樣祈禱呢 願神的旨意 成就在他身上 直討告 經驗神的美意 不單止在個人身上 在群體那裏 更加直討告 我們需要去學習 順福神的旨意 就在第十六節 請大家讀十六節 所以 所以就是承接上文 所謂說就天下無敵 做就怎樣 無能為力 所以 你們要彼此認罪 互相代求 即祈禱 祈禱順福神的旨意 很多道理我們學了 很多事我們都知道 但我們願不願意去進行呢 我們真的要靠著討告 這裏講到 要彼此認罪 神命令我們要彼此認罪 怎樣去實踐呢 你沒有彼此認罪 你一定不會有後面那一節 互相代求 同意嗎 罪是會破壞信徒的合一 會破壞我們的關係 罪更加會難阻 人和神的關係 所以 如果我們在這個群體裏 我們沒有彼此認罪 在人際關係裏 俗以所謂鬼打鬼 神又怎會聽我們的祈禱呢 所以沒有前面那一節彼此認罪 就不可能有後面那一節 可以去到互相代求 在現實生活裏面 有幾個人覺得 向神認罪是容易 過向人認罪的呢 大部份人都舉手 好同意 為甚麼呀 向神認罪可以靜靜雞 旁邊可以沒有人聽見 只是你和神 但是鄉人認罪又怎樣 沒有面子 又要放下自己的尊嚴 放下自己的新娘 是嗎 不容易的 就好像最近有一個 做完劇集 講到一個皇帝 是因為擺烏弄 誤信殘言 造成冤案 當人家說要翻案的時候 叫他公開去 承認自己的錯 你叫他死好過了 是嗎 都是這個問題 面子尊嚴的問題 特別地位越高 要你公開認罪 你是更加困難 你說 弟兄姊妹向弟兄姊妹認罪 容不容易 組長向弟兄姊妹認罪 容不容易 全道人向 組長或弟兄姊妹認罪 容不容易 更加不容易 你叫神學院院長 向弟兄姊妹認罪 容不容易 更加不容易 雖然是艱難 但願意藉著討告 我們學習 去順服神的旨意 就是祈禱 是對付自己 是對付自己 正如詩人說 我日心裡注重罪業 主必不停 不認罪行不行 你看到答案 主必不停 所以藉著討告 我們需要項服在神的根前 我們要謙卑的 去遵行神的教導 彼此認罪 是承認自己的責任 你想一下 兩個人有問題的時候 會不會只是一個人的問題 不可能只是一個人出問題 一定是 雙方都有責任 可能你望一下我 你的眼神 讓到我不舒服 所以我就 就是還以顏色 一定是 兩方面 大家都有問題 大家都有責任 所以彼此認罪 我們同樣都要信得過神的大令 相信神感動你的同時 也都會感動對方 因為同感一靈 先要彼此認罪 然後才能夠實踐 互相代求 雅各帶出最終的目的是什麼呢 最終的目的是使你們可以得醫治 這個醫治呢 就是指導新心靈的健全 你想一下 當你和人有嚴隙 面左左 走到東 走到西都好像見到他 你都不知道避去哪 那九十九個人就沒事的 但是那一個跟你有嚴隙的 就總是去到哪裡都遇到他 或者你轉公司都會遇到這一類 什麼事呢 就是需要修復人際關係 人與人之間是需要建立親密的關係 但是如果這些嚴隙我們不去處理 我們不去彼此認罪 是不可能回復那種親密的關係 也不可能彼此代求 耶穌都教導 如果你知道那個弟兄對你怎樣 有懷怨 你要怎樣 放下你的祭物 不要看到你的祭物很厲害 你以為可以賄賂神 放下你的祭物 先去做什麼 先去和你的弟兄和好 然後再來獻祭 這個就是聖經給我們的很大的提醒和教導 所以 怎樣去對付自己 這個真的不容易 要我們都靠著討告 來到去實踐 去順復神給我們的真理 每一次帶夫婦迎 最叫我感動的一幕就是 兩夫婦在聖靈的引渡下 他們手拉手 來到聖餐桌前面 他們彼此流淚 來到向對方 承認自己的責任 承認自己的錯 向對方來請求原諒 在那一刻 真是 不是風雷雨電 不是轟天地 而在傾黑之間 眼前的惡魔 竟然變成一個 白馬王子 而那位的巫婆 竟然可以變成 白雪公主的美麗 這個正正就是我和華傑的寫照 我和華傑的寫照 所以你會發覺我們兩個現在 越來越年青茅美 是不是 所以呢 這個就是讓我們看到 彼此認罪 修復關係 大家可以回復那種親密關係的重要 在神面前 大家都放下自己的身段 這個是需要 讓我們的婚姻關係 能夠得著醫治 不單止得著醫治 更加有負擔的 成為別人婚姻的祝福 感謝神 直祈禱順服神的旨意 這個實在是神的工作 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 第二樣更加要 就是按神的旨意求 你的祈禱 你怎樣去祈求呢 是按你自己的心意 還是按神的旨意 我們讀十六節下 二人祈禱 所發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聖經說 世上沒有二人 一個也沒有 那到底二人 是什麼人呢 二人就是指到 那些真誠尋求 遵行神旨意的人 對神全心全意 純服的人 弟兄姊妹 你是不是這個二人 我們信靠耶穌 已經恩信清義 我們的地位身份改變了 但是我們的心態 我們對神的心態 是不是神眼中的這個二人 願意對神全心全意信服 真誠尋求行祂旨意 討告在原文有幾個不同的字 表示不同的祈禱 這裏說到二人的祈禱 就是祈求的意思 原文就是指到一種需要的願望 好像一種的申請一樣 將自己的需要 去向神呈獻 就不是將神當是你手上的remote 按鍵就要去 在這裏 雅各更加引用 以利亞做這個例子 雅各講到二人祈禱所發的力量 大有功效 你覺得你自己是不是這個二人 你的祈禱有沒有功效 我們看看十七十八節 這個例子給我們有什麼提醒 請大家讀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聖情的人 他討告求不要下雨 宇就三年零六個月不下在地上 他又討告天就降下雨來 地也生出土產 同樣在《列王記》上十八章一和四十二節 有詳細記載關於以利亞的時跡 上一個星期大家都聽過 以利亞都有她自己的軟弱 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聖情的人 以利亞都有她的軟弱 她不是超人 她亦不是神 以利亞做到的 我們都可以做到 分別就是她狠切討告 這個態度 在《列王記》上的記載 亦都印製在大家的程座表內頁 第一節和四十二節 過了許久到第三年 耶穆華的話臨到以利亞說 你去 使阿哈得見你 我要降雨在地上 四十二節 阿哈就上去吃喝 以利亞上了加密山頂 屈身在地 將念伏在兩室之中 弟兄姊妹 這個動作 怎樣狠切討告呢 我們看到這個動作就是表示 謙卑、愛哭和迫切的狠求 雖然以利亞知道 神已經宣告 神要下雨 悍了三年 教訓這班拜偶像的以色列文 神說要下雨了 讓她作為先知的去宣告她的訊息 但為何她還要這樣討告呢 這個就是二人祈禱所發的力量 大有功效的意思 以利亞是和我們一樣盛情的人 即是說 她都是普通到不普通 好像我們這樣 是一個平凡的人 不是超人 她懇切討告 原來是兩個討告的相連 意思是說 經常討告、重視討告 以利亞是一個和神很親密關係的人 所以 任何真誠跟隨主 作主門徒的人 我們都應該有 以利亞這個討告的心志 和態度 順福神 弟兄姊妹 你是否就是這個神眼中的二人 更加一個最大最大的榜樣 藉著討告去順福神的旨意 不單止是以利亞 我們看一下耶穌基督 在馬太福音那裡 主的榜樣 赫西馬利元的祈禱 連續三次 第二次又去討告說 我父啊 這杯藥不離開我 必要我喝 就願你的義子成全 主知道父神的旨意 他來這個世界就是要 完成父神的旨意 所以我們看到 耶穌三次在赫西馬利元 同樣都是這樣去討告 主的榜樣 在這裡我們 總結今天的教導 討告不再是自我中心 是我們每天 和神相交的渠道 和神相交的途徑 神是我們生命的主 我們要以神為中心 要靠著聖靈 無論或信或益 藉著討告 來到經驗神的美意 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 而是你在過程裡 你能夠經歷到 神給你變相的祝福 更加藉著討告 對付自己 讓自己能夠去順服 神給你的旨意 很多東西學了是知道 但是不願去遵行 或者是無力去遵行 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去實踐 遵行神的旨意 你願不願意呢 我們同心低頭討告 在這一刻讓我們低頭安靜 在主的面前 求主幫助我們 親愛鄧英姊妹 過去你的討告 是否仍然在這個自我中心裡 自己想怎樣就怎樣 今天你知道 你需要去悔改 重新去讓神 成為你 討告的中心 你要依靠的不是討告 你要依靠的是詩恩的主 有幾個人是發覺 和你過去的祈禱 是有出入的 你願意在神面前 重新悔改 重新學習 認定神才是你生命的主 你有願意的心 請你輕輕舉舉你的手 有提到提到 感謝主 親愛鄧英姊妹 你現在是否住在人生的低谷裡 你是不是 祈禱到很灰心 你很想放棄 但是在這裏 神提醒我們 繼續討告 繼續去等候神 你願不願意 靠主繼續去討告 去經過這些死任的休谷 這些低谷的日子 如果你願意的 都請你舉舉你的手 提到 提到 親愛主 我們人真是 很容易 走迷 也很容易自我中心 求主幫助我們 當我們要實踐你的真理 我們有很多的掙扎 很多的爺放不低 包括我們的面子 我們的尊嚴 求主卸臉 在這裏 你願不願意靠著主 繼續藉著祷告 好像主耶穌一樣 願神的旨意成就在你身上 如果有這樣的弟兄姊妹 都請你舉你的手 提到 感謝主 我們一起祈禱 親愛主你看到我們的手 你更加知道我們的心 你知道我們的需要 我們要認定 你是我們的生命的主 你是我們的王 讓我們重新在討告裡 學習 每天藉著討告 和你相交 每天藉著你的話語 常常去提醒我們 當我們親近你的時候 我們清楚 什麼是你的旨意 又求主你的靈加力給我們 以至到我們能夠 順服遵行你的旨意 去見證你的真理 多謝主 聽我們的討告 奉耶穌基督的聖命 阿牧 明天啥 阿牧 阿牧 偶 阿牧 阿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